在这一边它有直线AC 然后它在Y-Access Point B 然后它说AC的Equation是这样 它叫你找Equation The Straight Line That Pass Through A So我这一边我全部一起除3 然后我全部一起除3的时候呢 我这边这样越 它就会变成了那个Y等于2.3X-5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2.3呢 其实是它的Valient来的 然后它的这个-5呢 其实是它的C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B这一边 它其实是-5 就是0多号-5 这个是它Y-Intercep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Y等于MX加C 我们有Y等于MX加C这样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AC是 Gradient of AC是2.3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呢 会是等于-3和2 OK 因为我们的Gradient of AC 乘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 会是等于-1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erpendicular 会是等于-1 over Gradient of AC 然后我们其实直接Negative 导管就可以了 然后它经过的点是A A的话呢 它经过的点是A A是-3-7 所以我就有Y加7等于-3和2 X加3 OK 我这个其实是用Y-YE等于MX-XE的那个Equation 这样会比较快 所以我就有等于-3和2X-9和2-7 所以我就有-3和2X-14和-23和2 好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所以我的Gradient等于-3和2X 然后-3和2X 这样 OK 好 但 题目有讲的In the General Form吗 没有 OK The Equation Passed True The Straight Line 然后 呃 我看一下跟我的这个一样嘛 全部翻过来 加3X 加23 嗯对 一样 OK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自己本身写的答案呢 是属于那个General Form 就是说我全部一起乘2 然后我这边就可以约掉 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个翻过来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这个3X加2Y加23 这个是General Form 这个是General Form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是它的那个Gradient Form 好 来 接着在这边的时候呢 它要找Coordinate of B Coordinate of B 这个Y intercept X等于0 所以你就有什么3Y等于2乘0.15 Y等于-15除3等于-5 所以它就0-5 Ac A B to B C A B to B C是2比7 A B to B C是2比7 A B to B C是2比7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 A B to B C是2比7 这个是xy 交叉 所以我交叉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有这个0 等于7乘减3 7乘减3加2乘x 除7加2 减5等于7乘减7加2乘y 除7加2 9乘减0 减21加2x 所以我就有2x等于21 x等于10.5 9535 9545减45 等于减49加2y 我把这个帮过去 我就有4等于2y y等于2 所以我的这个c是10.5 2 OK 或者是我的c是21波2 这样 OK 21波2 对 so 正确